從他強勢回歸 也為我們的衛冕者 帶來很大的壓力 對 帶來很大的衝擊 掛了一張黃牌之後 今天這首歌不是針對 要不要領黃牌 而是針對 對 今天就厲害了 我們請王治平老師 請做講評 金門今天在彩排的時候 我還有一點懷疑 想說你選這個歌 會不會... 今天會不會有一點問題 結果你這次演出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唱得很好聽 其實我滿喜歡的 唯一對我來講 有一點問題 就是在A1的最後一句的 就是那個急性的 那個嗚那個地方 那個Pitch 走得非常嚴重 還有副歌的地方 愛笑的眼睛 高音的地方 有一點ㄍㄧㄧㄧㄧㄧㄧㄧㄤ之外 我覺得你今天有幾個地方 超水準的演出 那幾個真假音轉換的 就是每一次要唱那個 我一定讓自己 那個地方 有時候假音 第一次假音 我就唱得很到尾 第二次你用真音 在最後要收尾的時候 你用假音 其實你拿捏掌控得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我覺得非常不錯 那楊蒨時今天我就 我就倒退 倒退五步 你今天表現真的太棒了 而且今天很特別 你前面就跟一把吉他 然後是那種很 Funky的節奏東西 其實你掌握得很好 你的那些轉音 我覺得做得很好 我之前會擔心就是說 你的Rap 我就怕說你的Groving 其實今天做得有模有樣 直到最後那個 快要結束 要出去那個時候 有一點點糊掉 就有一點模糊 其實你整個做得非常地好 而且到那個轉替的時候 就毫不費力 你就直接那個音水 你就到那個地步了 所以今天這個表現 我覺得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的衛冕者 明星 今天不是看比賽 今天是看你那段 像表演一樣 對啊 是 接下來林隆煊老師請 到你們明星組的時候 其實對我而言 就是這個學習跟欣賞居多 然後基本上你們都沒有什麼錯誤 你們只要有一點點犯錯 我心裡就會小路亂撞高興一下 終於可以扣一點分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像靖倫啊 就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你唱這歌 已經是可以把情歌唱到極致的一個人了 一般男生唱上去就是 會顯得很怪 可能就突然間虛掉 但你那個換身去真的是換得很漂亮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去辨別 那到底是真音還是假音 然後你的氣音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氣氛的 所以對我來說 你唱這歌 應該也沒有什麼人 可以唱得比你更好了 但是碰到欠時呢 哎呀 我又不得不說 因為唱出來的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哇 竟然有人可以唱成這樣 我真的是非常驚訝 那我已經認識你很久了 你的能力 你的唱功我也大概曉得 但是今天又讓我更驚訝了 讓我覺得哇 你還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我真的非常的佩服 我覺得真的很棒 今天給你很高的分數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看分數了 黃靖倫是我們明星組 唯一三個人沒有掛黃牌的 是 沒有 不是說你會掛 對 這個對壓力 對羅平來講更大了 因為今天看起來好像楊倩時 分數會滿高的 對 來 首先看黃靖倫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把情歌唱到極致的靖倫 分數來到8788 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恭喜得到91.6分 接下來看楊倩時這首歌能呈現幾分 評審 請給分 歌唱技巧令人倒退5步 分數來到868788 890 90 91 92 非常快 93 小數點恭喜得到93.1分 好久沒有出現93分的高分了 那這樣子很危險 對啊 除了衛冕者危險 羅平更危險 好緊張哦